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切斯 受伤的老人 今天 我们在被雪球打伤的老人的家里看见了他的外甥 老人像是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他 上午 我抄写完了老师教给我的任务 下一周要用的每月故事 佛罗伦萨的少年抄写者后 父亲对我说 我们去看看那位受伤的老人吧 我们来到老人的家 看见老人正躺在床上 老人的妻子坐在旁边 老人的小外甥正在屋角弯耍 老人的一只眼睛上仍包扎着绷带 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对我们说 他的眼睛好多了 两三天之后就可以痊愈了 真是倒霉 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老人又接着说 那个孩子一定是吓坏了 可怜的孩子 然后 老人又说给他治眼睛的医生该来了 正说着 门铃响了 一定是医生来了 老人的妻子说 然后走去开门 可是 站在门外的是卡洛斐 他仍像往常一样穿着长长的上衣 低着头 站在门槛那儿 不敢进来 是谁来了 受伤的老人问 是那个扔雪球的孩子 我父亲说 老人一听 连忙说 啊 孩子 来 快点进来 你是来看望我的吗 啊 伤已经好多了 你不要担心 来 你过来 卡洛斐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不敢抬头看我们 慢慢地走到床边 老人伸出手来 拉着卡洛斐的手 卡洛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谢谢你来看我 老人说 你回家告诉你的父母 就说我很好 不用再担心了 可是 卡洛斐仍然站在那里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却又难以启齿似的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我 不 没什么 那么 你就放心地回家去吧 欢迎你再来 老人的外甥跟在卡洛斐的身后 送他到门口 卡洛斐忽然站住 然后转过身 掏出一件什么东西 塞到那个孩子的手里 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句 给你吧 说完 像闪电一样飞快地跑开了 老人的外甥把东西拿到老人眼前 打开一看 我和父亲都非常吃惊 卡洛斐拿来的 正是他那本经常提起的 最心爱的集邮册 集邮册上还写着 送给您三个字 可怜的卡洛斐 他为了表达对老人的歉意 竟把他送给了老人 那本曾经看得 像他的生命一样珍贵的集邮册 卡洛斐 poder拔到老人的 门 能做到老人的约 祝购的造成 卡洛斐 本来说 就算是掉下约 号约 1 4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